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是你要查临时赞助证或者什么证加起来是一千万 但是他们说注册手机三千万 那就说明人口比一般的数据可能我们以为的实际是多 注册手机不一定是一人一击吧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它大略 在北京是往往统计的时候是把游客短暂停留和一些没有注册打工的人没算上 所以社科院它每年会有一个统计 两千一百五十万是他们统计的数字比较多的 但是没加上几百万零零散散的其他人 可能现在北京有两个斗文涛了 你就在这里边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反映我们跟观众的情谊 我在大概一二十年前十几年前了我们这十九年了十几年前有一个北京的观众是个老人家 他那个信我还留着找不着了 他说你好我叫斗文涛 他说就是你这三个字 你说这个老人家他说我到那个什么派出所也不知道哪啊 他说我去查了 他说北京一千万人口当中就是有姓斗的有叫文涛的 但是不是这个涛的他说就是这三字的只有我一个 所以就是这老人家一天到晚到你扎家面门口听着别人喊 到时候爷一位对对对 替你替我一个 所以你现在说两千万呢我鬼有俩了 那天我是为什么接着想说一个事啊 就是说北京这个城市啊 就是让你欢喜让你忧的哈 这么复杂啊 而且呢你看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议 其实也就说明了北京的复杂性 层次圈子地域这种复杂性和广远性 而且你说他是不是中国的缩影 他不得不是中国的缩影 为什么因为咱们从古文献研究可知 我又在装一下 变成文化节目了 你也说 我先说我跟你讲啊 就是说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师 李玲 李玲教授 北大的咱们这个古文字方面 就考古方面很厉害 我很钦佩他 所以我就看他的书 那天我看着一个很有意思 中国的国 国家的国这个字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那个时候最搞的中国讲 与共啊 什么那种上书啊 上面讲 有个叫比如说宅兹中国 那么我们就以为是我们的 我的家乡在中国 其实呢 这个国呀 当成也当成国奖 也当首都奖 比方说 那个时候 这个反映了中国的这种统治观念 是很有意思的 天下的概念 就是啊 说宅兹中国 与其可能说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中心都城 如果是洛阳的话 其实这个中国呀 指的是洛阳 嗯嗯 离你们浦阳不远 是吧 就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哎 以你看王 在这个首都的这个地方 所以中国人的首都 为什么这么大 中国人为什么迟迟都没有把首都分 分区分开 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的这种文化概念里啊 认为这个天下的中心呢 是以首都为中心的 嗯 所以是 你看 所以他就讲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首都 王在中心 王在都吧 王在都 所以呢 王的这个道德礼仪啊 这一套啊 话欲四方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啊 国家是 国家是现代西方的概念 是没有明确国经线的 嗯 只有说中心和四夷嘛 对 而我们跟四夷之间呢 是一个文化上的 逐渐化的关系 甚至呢 我们不是用这个DNA 用血统来定 你是不是中国人 嗯 对 我们定的就是说 呃 叫什么 遗迪 呃 就就就 叫那 有 没有我的礼教 文化 那么你啊 仍然还比不上 我这个华夏中心民族 我的这个中心感 嗯 所以你看 他从这个首都 这个地方来 他更多的让你感觉啊 是从首都啊 辐射向四方 对 所以你看北京 真的是中心之中心 我觉得北京 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和华盛顿 对于美国人的 这个意义 还不太 当然不一样 所以你看当那个 我们在二里头考古 考出来发现说 他们那个 我们当年的都城 就是四四方方对称的 嗯 然后这个 你如果再看同时 同时代的 几大文明古国的 这个都城 全部都不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出去旅游 你去土耳其 看看皇宫什么 它不对称呢 你觉得这不对称 你怎么能当皇宫呢 是吧 中国人的这个权力观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它可能跟中国人的 耕地有关系 就是农业文明的国家 它的都城 像田块 景田 像景田这一块 考古学家解释 这更多是跟我们的 权力结构有关系 这是因为 你说白了任何一个文明 你能去建都城的时候 你都是可以随便建的 对吧 那你为什么就建成了 这么一个完全对称 皇帝居中什么的 对吧 那就是有权力观在里面 这太有文化了 我这一集有文化 就是我刚才想说的那个 就是我想考你们俩 北京有多大 有多少平方公里 因为我正经的 我去神农架转圈的时候 这个古学生告诉我说 我们神农架大概得有 七千多平方公里 中国的绿费 我说 哎呦 我搜索 这相当于几个北京 我有一搜 没北京大 神农架 整个神农架的山区 是七千多平方公里 北京是超过一万平方公里 那他那篇网文里 说的那个北京 等于多少个上海 多少个纽约 那差不多 应该是真的 但他是加上了 像什么门头沟啊 延青啊 苹果 对 他都加上了 但是你这一块 你其实不是城区嘛 只是说城六区的话 我现在都育有容颜了 过去我跟人总是强调说 我是河北人 现在我大约 含含糊糊的都说 我两家北京的 你跟前一段 不是还说山东的吗 因为没什么区别了嘛 都到我们河北了 邀请石家庄一教授 到北京演讲 第一句话 我来自北京的南郊 石家庄 石家庄 八环 北京南郊 所以说 有中国的概念 在我们心里 意义非比寻常 那么如果有人敢于 挑衅我们这个概念 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 就哪怕是个踢足球的 是吧 这是你们行当里的彩夫 你先跟我们报告报告 切尔西队 刚才彩夫就先报告了 一个球迷 是吧 切尔西队的球迷 你对这个辱华的这位 辱华事件 是什么反应 我是在 你说那个 一位切尔西的那个 一个小球员 21岁才 他用葡萄牙文 说了一个 我说不准拿这样的 这个 F打头的 这个 微博上啊 贴吧里边啊 全部都在抵制切尔西 跟这个球员 其中抵制的最狠的 一位90后说 这件事 玩不了 你道歉五回了 是吧 但是这件事很严重 我告诉你 我已经转头立物谱了 我不是切尔西球迷了 做出了最严厉的制裁 咱们中国球迷在这个大是大非 民族大义面前 从来不含糊 红蓝转红 这特别厉害 这个 而且他们这个切尔西球迷 自己互相还干起来了 因为那天晚上踢球 我在现场 我们俩都在 真的啊 对对对 你们俩最近这CP不错啊 我在切尔西去 他在阿特纳去 我是阿特纳去的 那个 那个涉嫌辱华的那个球员 在第70多分钟 又被主教练换上去了 就是 然后这个换上去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现场的切尔西球迷没有抗议 因为我们不敬业的这个现场主持人 忘了播报换人了 就是他们要商量好 就是这货 这小伙 他要上去之后 现场要虚他 于似乎就是外围的 这个互联网的球迷 开始骂这个现场的切尔西球迷 为什么不抵制 哦 现场不知道 不是 我得实话实说 我在切尔西区嘛 那个 那个话筒说出来 根本就听不见 他播还是播了 但根本听不见 包括还有一个事 就是那天那个 要给切尔西的主教练 孔蒂过生日 就是第31分钟的时候 我们都会上 都有一个孔蒂的面具 举起孔蒂的面具 齐唱生日快乐 结果就根本31分钟的时候 说了一下 没人听得见 你们31分钟是吧 我们21分钟的时候 阿森纳 不是阿森纳 阿森纳 阿森纳要给温格过生日 就是温格的执教 阿森纳21年 也没有人听见 还不退休 也不换件 我们球迷要给他祝贺一下 结果21分钟 没人指挥 你知道吧 也没人给他祝贺 那这个小哥们 这个小货 他那天上了场踢球 在中国球迷面前 有没有点颓 没有 那会儿是垃圾时间了 而且 当时切尔西3比0领先阿森纳 我给潘老师发了微信 咱们看一看 有不知道的朋友 可以看看他发的 他当时球员 他是巴西的 巴西球员 是用葡萄牙语 这个也没办法 为了报道 又让他骂他们一回 就是说 葡萄牙文的意思是 代F的那个 China 这个是醒醒 醒醒中国 这个就是拍了一个保安靠门的 睡着了 然后他就说 说实话 这第二句话 这第二个图 我自己也老用 中国 什么什么中国 然后这个肯尼迪 好 这个哥们 叫这个名字 今天早上 这sorry倒是英文说的是吧 这个他那个 他这个 这个就是后来又被抵制 就是因为他只说了个say sorry 中国人呢 就觉得你这个say sorry 这个道歉 即便不够 你应该apologize 对 而且他还说了一个 叫什么expression 就是说 就用这个说法 不是表达种族主义的一个形象 他认为是一个习惯用语 好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元形广告之后见 而且咱们这个人民网 你那部分的又发生了 人民网评英超球员辱华 标题叫好客的中国人 不欢迎这样的客人 还有什么 不是是不是人民日报 也发了一个评论 这样的切尔西应该缓刑是吧 那也是人民网的 也是人民网 你们的内国 态系很复杂呀 没有那么复杂 我什么都不懂 你说一个切尔西球迷 是不是你操刀的 我不是切尔西球迷 你只是坐在那个区域里边 我只是恰好坐在那个区域 我也恰好不是阿森纳球迷 所以都哪边都不对 你知道吧 格子头一次有点慌 非常慌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因为有一个切尔西球迷 跑到阿森纳区里边 把衣服差点给拨光 最后在警察的护送一下出去了 就是他一个人穿着蓝衣服 坐在所有的红衣服中间 脱掉脱掉 而且因为他穿着长头发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在威胁女球迷脱球迷 那后来发现是个男的 这个事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如果去抱着理解这个事 就试图从他那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说 有可能 因为中国在世界足球版图里面 特别小 排名特别低 所以很多足球运动员 可能他是有一个天然的启示在里面的 这个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 我们只是理解 不是说他对 所以他发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 我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发出来 我当然也不认 他如果后边加上 叫什么 Chinese Football 什么Team 中国球迷就嗨了 这绝对就一群支持者的 中国足球的 中国足球太实了 这肯定 我跟你说八九十全是 哇 这哥们说的太棒了 我们认同 你刚才说 从这件事里 你有些什么 什么折思 我是觉得 这事我们追的太过了 就是一个是人家已经道歉五回了 从Sorry已经到了Apologize了 还不依不饶的 就是还在喊那个国家面前 无偶像 民族面前 无粉丝 就这种 就是还要抵制切尔西 另外呢 就让我联想到了 其实两三个月之前 有一个阿根廷球员在中超踢球 他的这个中国的 这个中超球队的宣传画里边 有一个他的这个动作 咪咪眼儿 对对对 这个全国的球迷就声讨他 说一定要制裁 把他给弄了 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又道歉 又停赛 什么之类的 其实 其实就是我的外国朋友 有时候也来这个 我觉得 有时候是搞笑一点 对 好像是说呀 比如说在美国 听说有个NBA的球员 就是说 这很严重 你跟亚洲人眼儿来这个 是吧 这代表亚洲人咱们小眼睛 扁平脸 扁平眼睛 这就代表这个 就是学着亚洲人 可是呢 他们又有人说了 说那个球员如果是南美的 这个在美北美 是这么个意思 歧视 但是在南美的某些国家呢 他这个语境里面 你做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杂耍 玩耍 这倒并不包含 就是 我想说的 因为罗纳尔多 我经常见他 对着这个亚洲的空姐啊 什么摆一个这样 其实是逗乐的 就是世界人权的发展的地步 真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在英国 在美国 如果是做这个动作 或者说做那个脏话说的 应该是很严重 你可能要进在很多场 对对对 你刚才讲的 一下子让我想起很多事 就是说 我 我岁数大了 你明白吗 不是明白 更永远念心 不是 我岁数大了 我对于今天的人心 有一个点 我有点摸不透 就是照现在你们的用词 我怎么觉得 现在的很多人都很玻璃心 我不是说这件事 这件事 它事关民族大义 它是另一件事 球迷的感情 我也不太懂 我就是说 我自己工作中 有时候碰到一个现象 情况有变化 就是 我这个岁数的人 当年互相调侃 开的玩笑 今天的人就会 今天的很多 尤其很多年轻人 他会觉得 你怎么能够这么调侃他 就好像觉得他受不了 但是实际上 比如说我跟采夫 我们是同一个圈子 我们完全知道 我们比这个开的更过分 都无上带眼 你比如说 甚至于你比如说 我跟徐子东 跟徐老师 我们整天做节目 不是这样互相调侃吗 我们觉得太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是我也奇怪 有些人他就会觉得 就说 你们他有时候开这个玩笑 连熟人都受不起 连熟人都接不住 但是在我们老操人的 这种文化里 我们这个哥们之间 没有什么受不住 受不住的 受得住还是受不住 我替你把这词接过来 都是快乐的 你明白吗 这个玻璃心这个词 我替你接过来 实际上我们可以表达 再直接一点 就是说 现在的的确确有一种 爱国玻璃心 就是说 爱国主义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国民来说 都是正常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个大前提 我就是爱这个国家的 我不需要你只 我不需要再去解 天天给人解释说 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 对吧 那到了谢尔西这个事的时候 你看最终掐起来的 争起来是谁 是中国人自己 有一部分人就指责 另一部分人 你看这个事的态度不对 你看这个 你怎么能不像我这么看呢 好像只有像他这么看 这才叫爱国 我觉得这就是纯粹的爱国主义玻璃心 这就是 这就是 完全的 就在文化上 你其实在强迫别人 按你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这也 这也是 他们不能理解你们老男人之间 这个互相开这个 是 我现在真的 我觉得我有点上岁数 就是有些场合下 我觉得不知道 因为我们之间都是说话 加强带棒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是不是社会更富强了 更文明了 人们的心呢 确实更体贴了 过去我们开的玩笑 显得有点 不是 他是对别人的要求更高了 而且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同时 好像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同座的 是不是有年轻人 或者是有刘洋的 说 文童老师 您不能这么说 对 因为我的办公室 有刘英的 有刘美的 我 我经常像你一样 开一些直男孩的玩笑 说 来了这个 过来来访我的 很漂亮 我赶紧去了 潘老师 您怎么这样 我说怎么样 骑士妇女 潘老师顶多是 骑士不好看的 我跟你说 那个就是直男癌的玩笑 我早不敢开了 早给协规症了 但我说的还不是那个 我说的是 比如说哥们之间 很正常的这种 有时候听在 听在有些 而且我同时发现 就是有一些人群 我认为对这个幽默感 和拐着弯说话的理解力 在降低 您那天蒋方舟也跟我说 他说我丑 他们就记得 你看他说他丑 因为 你不知道今天有些人 是看这种直白的东西 太多了 是不是 就对稍微带点自嘲的 这个自黑的 很多人都能弄明白 但是我也发现 而且我发现 你比如 这个观众里边 还有一种 有时候你看这个 他留言 你就会发现 他特别容易 就是说 对某个嘉宾 杀之而后快 就是说 这个人太差了 说你们家 怎么还能请他呢 你怎么还请呢 我跟你说 他一来我就快进 你再请他来 我怎么对着他 说我的便 真的是在说我 我们俩争议 我都被称作红卫兵了 你知道吗 我既不是说你 也不是说你 我是说的这个人 他的这个观念 让我想到很多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还说了一句话 日本观众说 说你看 我说了多少回 要把这个嘉宾撤下去 你就是不给我撤下去 他说 如果我当了台长 我绝对不让这个人 上强强三人行 这句话 我想很多 我是这样想 我知道这是观众的气话 我相信 如果他真当了台长 他不会这样 他会包容 但是这个问题 但假如不是呢 那么意味着 就是人群当中 这样的人 他如果真当了台长 那么会出现一个 什么气氛呢 那就是 我不喜欢 不喜欢这个人 就不能上了 就下课 就顺我 顺昌溺王嘛 对吗 所以说你发现没有 我们的人群里 实际是有这个 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的 这是 我首先觉得 这肯定是你看过的 所有的留言里边 极少数的 极少数 极少数 第二个 有一个当了台长 也很可怕 我们社会的进步 有一个就成为 不让这种人 不让台长 如果让这种人 当上台长 这就是社会的退步 是吧 我们的进步 就是不让他当台长 美国社会退步了 是吧 但是我相信 肯定是观众 川普还干不到 他肯定是气话 我跟你说 屁股决定脑袋 所以说我完全相信 他这位观众 他要是真当了我们台长 他肯定海纳百川 像我们刘老板一样 哇 真往去拍的 漂亮 三千三言训 刘老板好 刘老板好 广告 之后见 年龄就一直看 他不习惯出现一个新面孔 是不是你觉得 人也有时候 有一种眼里不揉沙子 这个洁癖 那当然 就是说 非我足类啊 或者说我讨厌这人呢 我就简直就不能容许你生存 就是一种社会 对中国现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段和社会情绪 就是我们比如社会高度发达文明的 有一些国家 它的人权很完善 比如在英超 我骂了这个黑人怎么着 他可能停赛 比如说苏亚雷斯停赛八轮 停赛多少轮 就悄悄的一句耳语 被摄像机用口语捕捉到了 就是停八轮 停半个赛季 在我们这儿是没有到这个地步的 但是呢 也没有到说完全没有人权意识 或者没有对歧视的敏感度那种阶段 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稍微乱一点的期 但是据我所知啊 这个关于歧视的这个问题啊 可不光是中国 不光是这次这个切尔西 你某种程度上 也不能说中国球迷的反应有什么不正常 你知道今天的世界上啊 歧视发生的纠纷越来越多 而不是少了 你看这个本身反映什么呢 本身一个是反映这个传媒工具啊 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发生自由了 再一个呢 这个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呀 你看在美国也是一样 这个圈层越来越多 我这些年我做主持人 我发现我学会这个道理了 就是说 其实啊 现在一个圈子和一个圈子之间呢 那真的是势同水火 那么 但是呢 我们需要一个公共的平台 就跟联合国似的 那当大家全都凑到一块的时候 你会发现怎么着 你反正你伤害谁也不应该 对吗 你冒犯谁也不应该 对吗 那最后怎么办呢 你必须找出个联合国公约 就是你必须找出一个 所有圈层的最大公约数 所以呢 你看美国的主持人 我原来以为他们多自由 其实他们在歧视这方面呢 说话比我们还几次 不敢越雷迟一步 你比如说白人主持人 你就根本不能 就是回避讲这个黑人的一些词 反倒是黑人总统 奥巴巴可以开黑人玩笑 说自己是那个 这都没问题 对 白人你不能说 在中国有一个特别悖论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对别人来 对我们有涉嫌歧视的时候很敏感 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 我们有大量的歧视 我们被称为啊 我看有很多观点 被称为全世界歧视最严重的国家 比如你说 这是来自河南的潘太夫 歧视了 扶摇人 你也50了 歧视了 对 圣女 歧视了 说你长得漂亮 歧视了 歧视 把我误会 对 你觉得我没脑子 对 我看到有一个外国记者 拍了一个什么中国名 一个小女孩写的 说去伦敦旅游非常好 但是这个印巴区和黑人区有点乱 建议妇女结伴先行 这个外国记者给发了推特之后 这个英国政府和英国的议员 就找我们中国驻英大使抗议 严重抗议 说歧视我们的印巴人和黑人 我们在在咱们这儿 这不叫事 但是我所以我就说 这个中国老祖宗讲的话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特别有道理 你比如说 共处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 再有一个呢 入乡随俗 高于一切 那天我跟周以军说 我说 你说你男女平等 那么你到阿拉伯国家去采访 你个女记者 你不也得戴上那个面纱吗 蒙上那个头吗 那你干嘛 你到那儿不说 为什么女人要挡起来 为什么女人不能见人 这个是说是个人情世故 同样你比如说这个球员 那以后你到中国比赛之前 你要深刻了解这个国家的国情 他不会再来 我现在有一点这个自我反思 这个有可能对于80后这一代 独生子女这一代 是有格外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从小听到 都是爸爸妈妈 天天夸着你成长 天天把你呵护起来成长 所以最后你这个玻璃心 格外的严重 我们从小是打着骂着成长 对 所以扛造 就扛造 对对 格子你解决了我这个疑问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手势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手势是会变味的 你说我们两个哥们互相数中指 两个中国人 这有以前那个意思吗 没有 开玩笑 你说不熟的人之间 你能跟他述中指吗 不会的 还有熟人 咱们熟 你整天跟熟人述中指 熟人全里面受个中指 就 我那个什么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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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